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复兴以色列国 先讲一个开场摆 就是我们看到讲义上面有写 这个使徒形状的一章六节 那时候门徒看到耶稣要升天了 就问他说 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 那么主耶稣没有跟他讲 就跟他讲圣灵要降临 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地籍 代表神的国教会要先建立 那么以色列国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建立起来 那么要等到1948年正式建国 事实上我们如果从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国什么时候真正灭亡 北朝被亚述人把他灭了 南朝犹大国到巴比伦的 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就灭亡了 所以从祖前五百多年 你就看一直到1948年正式建国 你如果以这个历史 就被巴比伦没国以后 犹太人一直要复国 因为以色列书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都有跟他们讲复国 但是他们要复的是地上的国 也有神的国 所以首先讲到耶利米的时代 他讲70年后你们要回国 回国就是 但伊犁那时候找古列王 然后说我们的先知有讲到 你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到迦南地 耶路撒冷 所以古列王就下招给他们回去 那么可以回国并不是建国 他还是在波斯帝国的泉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 圣经的预言并没有落空 但是神的旨意 犹太人一下子 想要用物质的条件 来完成这个事 是不对的 因为也有 但是时候不对 所以从巴比伦灭了犹大国以后 复国运动 一直到1948年才完成 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 非常的艰辛 所以犹太人的信仰 能够这样操练 这是他们属灵的一个旷野路 走了两千多年 不是只有迦南地 之前的那个旷野路 四十年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想到 主耶稣要再领的是 从旧约圣经就讲到 耶稣降生 然后复活 还要再领 这个整个旧约 新约 全部讲这个 那你想到 耶稣已经复活了 到现在多少 两千多年 那还要再等下去 等啊 这个信仰不能停掉啊 那耶稣会不会再领 一定的 所以今天跟早上下午 把这个圣经相关的资料 我都整理在这里 当然没有时间 一直念那个圣经 你看我的标题就知道 圣经整个 这个就是主着 所以天上的以色列国 才是真正的复兴 十里复活 才是真正的复兴 物质界的复兴 会堂的建立 这只是短暂的 教派的建立 这也是短暂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大家去领悟一下 好 我们现在用 很快的时间 重点我会讲出来 然后大家看一下 那么 这个什么叫做复兴呢 就是重整 秩序 重整 所以就像主耶稣 把新约旧约 重整 那个一样的道理 那个是下午在讲 那早上就讲到 这个以色列国的重整 所以你看 现在的以色列国 有没有办法恢复 摩西时代的 牛羊献祭 七大阶级 已经形式上了 七大阶级还有 牛羊献祭 已经不能做了 因为圣殿 已经没有了 它是回教的圣殿 我这里有写 什么时候他们盖 到现在都不能完成 所以犹太人 如果不跳脱 旧约的模式 来信耶稣 他的希望 是永远会落空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不要建立在 物质的教堂 或者教派 或者行政组织上面 这些都会过去的 这才是 圣经要我们的 是进入天堂 真正的永生 护活 不朽坏的 那才是真的 那我们这个过程 简单的给大家分享 然后再过来 我们看看以色列国的历史 你看我一下 这个公元 前的996年 那个时候 大卫王建立了 攻取了耶路撒冷 就取名叫耶路撒冷 那么这时候 就定督耶路撒冷 那在1011年的时候 他们就立国 因为南北 这个扫罗王已经死了 所以两个国家 两个派系就合成一国 所以这个也是第一次的 合成一国 96年的时候 索罗门王建圣殿 这也是物质的圣殿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公元前850年 以利亚升天 这代表一个律华的极限 也是使人得救 使人升天 一样给我们做一个 很好的榜样 好像挪亚 挪亚的时代 之前 以诺升天 代表 是非之心的时代 一个完成 律法时代的金法 就是在 以利亚 所以要不要守律法 要 但是律法的金意 是什么 不是那种献祭 而是敬拜神 遵守诫命 十大诫命 相关的道德律 这才是真的 那么到722年的时候 北朝就灭亡 被亚树灭亡 亚树的子孙 现在就是库德主 在中东那个库德主 他们几千人 而且几万 差不多两千多万人口 那么还没有护国 他们也等待护国 所以这个物质 地上国家的护国 在圣经有很多 将来都要护国 那么还有属灵的护国 这都两方面 我们先讲物质方面 那609年的时候 犹大灭亡了 为什么讲犹大灭亡 因为那个时候 是真的灭亡了 他就顺从巴比伦 给他管理 那后来又背盘 所以到这个586年的时候 西底嘉是真正的灭亡了 所以国权已经没有了 你只是附属于人家 一个国家 所以他就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到最后呢 583年的时候 是基大利省长被杀了 那个是已经改成一个省了 所以一个国家变成一个省 也是很悲哀 那么到587年的时候 他耶路撒冷被毁 所以这个586就被掳 就差一年的时间 我是找过来写 那一直到70年之后 巴比伦灭亡了 所以公元前539年 波斯古列王 允许他们回到犹大地 那么这个是 耶利米圣经里面有写的 还有但里里书 以赛亚书 都有讲这一个人 那么一直到公元前 454年 波斯的王 叫做亚达歇西王 那么他20年的三月始 到下朝重建圣城 因为那个时候 圣城已经坏掉了 接着也重建圣殿 所以到405年的时候 大地武王二世 六年圣殿完成 这刚好是多少年 就是49年 我们但里里书第九章 24到27有讲70个七 所以第一个七 就在大地武王这个时间 完成了49年 刚好 所以圣经的话是没有错的 所以但里里书里面讲的话 应验 物质上的应验 那么到公元396年 以斯拉 少一个字 回国献祭 以斯拉 那么到330年的时候 这个希腊亚利山大王 灭了波斯 这个是进入所谓亚利山大时代 那么就好像圣经里面讲 那个巴比伦大象 金头是巴比伦 英雄 是波斯 再过来是什么 童谣 这个希腊帝国的时代 那么到公元323年的时候 公元前 希腊就分四个国家 一个组长中央 地区 希腊地区的本土 后来又分北边南边 还有埃及等等 四个 后来变成三个 后来就分封的往 大家争霸 刚开始是五个 后来分成四个 然后分成三个 到最后总是那三个 到最后他们 希腊帝国 都是被 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 所以我这里讲到 那时候分里面一个国家 埃及方面是多利马王朝 他统治耶路撒冷 那到198年的时候 西流基网他就统治 他们也是希腊帝国的 那么在168年的时候 安提阿库逝世 亵渎圣殿放入偶像 这个是战尼里书 十一章 但是他是讲 他的爸爸 就是安提阿库三世 世事的事没有讲 所以战尼里书 讲到圣殿毁灭的事 没有讲 但是实际上是有发生 那么这个呢 有一个预表 就是说 圣殿还是要被毁掉了 所以被希腊的文化 侵入了 政治力量 六年半以后 他们就恢复 所以后面有讲到 马加比的祭司 他们叫做 马塔提亚 这个哈斯摩尼 祭司王国出现 然后把他们赶出去 建立了所谓祭司国 那么这个祭司国 一直到公元前37年 才被罗马人 把他灭了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的国 你看哦 才一百多年 祭司王国 也不是真正的国 只存在一百多年 昙花一现 消失了 所以他们一直 这就是他们 复国的一个现象 一个短暂的复国 实际上 在神的旨意里面 昙花一现 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 但是这个 这些人 跟但一里书 也有一点关系 叫虔诚人的出现 是这个 十一章里面 有讲虔诚人 他们要被杀等等 这个预表的将来 信徒为主殉道 这有一个含义在里面 那么这个 到公元前 这个六十三年 从会来讲 这个时候 罗马人攻取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 是六十公元 因为那个时候的 耶路撒冷是谁管 祭司国 所以那个时候 公元前六十三年就灭了 一直拖拖到三十七年 所以是很艰苦的 护国运动 那么到 那个祭司国灭亡的时候 罗马人就请那个大西律 就是异图买人 大西律 他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以东人 规划成犹太人的 假的犹太人 不纯的犹太人 那为了政治的利益 他就重建圣殿 因为罗马人去的时候 毁了 他又在重建 所以这个是政治力量 重建的 这个重建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公元前四年的时候 这个西律王死 在这个死之前 耶稣降生 死了以后 耶稣就回到纳萨勒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耶稣降生 祖后几年 应该 再加四年才对 因为他是 我们现在是少了 少了四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要把它扣掉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二零几年 耶稣降生 二零二三 那你要扣 扣到这四年 最少四年 或者五年 反正就是差不多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大家 给大家了解 我们最近 所谓的圣诞节 我们要了解 实际上 几年都不对 日子也不对 那都是人的 自己的想法而已 那么再过来讲到 在公元三十年的时候 按照历史的记载 四月六号 就是 我们中国 清明节的时候 就是逾越节 之前 耶稣办了圣餐 然后背金十字架 三天以后复活 那是公元三十年的事情 那么 他设立了新约 所以这个 你看 耶稣建立了新约 那么你在看那个前面 所谓六十九个七 就是七个七 加六十二个七 刚好 四百多年 完全按照实数 应验了 我都把它整理出来 给大家分享 但与里书第九章的应验 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么到 公元六十八年的时候 这个西律的圣殿 完工了 大家认为说 完工了 神祝福我们 所以他们就宣告独立 要脱离罗马帝国 但是第二年 六十九年 罗马人就派兵 提多 带兵过来 打了一年 灭了 把耶路撒冷整个灭了 犹太人跑到世界各地 散到世界各地 所以一般是指 犹太人灭亡 真正离开耶路撒冷 他就用公元七十年来算 所以你看 但是 你要看 耶稣那个时候 使徒 这个中间还差三十多年 就讲到复兴 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中间 我们计算年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真正要复兴的是 地上的以色列国 还有天上的以色列国 所以耶稣来 就是复兴了 神的国度 所以以色列国 属灵方面就是神的国度 简单讲 这样我们就比较可以厘清 但是务实上的 地上的国度 要不要出现 所以我们如果用公元七十年来算的时候 就跟使徒那时候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 从后面看过去 来解释 那么再过来 在这个 那时候的最后一位大祭司 叫做法纳 就灭亡了 所以祭司灭亡了 你读西伯来书的时候 就会体会到 这个更换了 这个祭司本来是 这个立位之派的 西伯来书第二章讲到 更改了 用犹大之派的大卫的子孙 来执掌属灵的祭司了 所以这已经更改了 所以你看西伯来书第二章 一直到第九章 第十章 就可以了解说 我们现在的属灵大祭司 就是耶稣基督 那属灵大祭司的预表 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有讲到这个事 当时的大祭司叫耶稣亚 他要预表将来有一位 跟他一样名字的 叫耶稣 耶稣是希腊文 耶稣亚是希伯来文 他原文都是同样的一个字 所以 都耶稣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翻译成 好像不一样两个 字母是一样的 但是内容是不一样 支派不一样 圣灵的充满 圣灵所生的耶稣 跟一般的所谓耶稣亚 犹太人很喜欢命名耶稣亚 为什么 他要效法耶稣亚的精神 所以你到以色列 你跟他讲耶稣亚 他的念出来就是耶稣 一样的字 不信你问那个黄威里弟兄 就知道他在法国 所以这个给大家体会一下 这样比较能够了解 那么到公元132年到35年 那个犹太人也有起义 弄了三年 也是复国运动 没有成功 都细 那么到西罗马 这个 罗马帝国的哈德良 国王的时候 他重建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战略需要 东罗马这边 那么一直看到 我们慢慢地读下去 这个324年的时候 军事谈丁 他就住在东罗马的半寨庭 就是现在军事谈丁堡 那个希腊的 那边去居住 他也是管了两边的罗马帝国 那么 在325年的时候 一直到335 他也重建了圣殿 就是修理 把它整一整 所以这个军事谈丁 他已经信耶稣 他的妈妈信耶稣 他那时候也相信了 为了信仰 重建圣殿 那都是政治力量去做的 那到476年的 西边的罗马帝国 就灭亡了 那到时候的 东边的王 就是祭诺 罗马帝国就 接续整个罗马帝国 所以 如果讲东罗马帝国 你要用 474年开始算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两个兄弟 两边 一个人一边 那么 因为刚才 讲到什么时候 信仰开始 罗马帝国 为什么给我们 信耶稣的人 在罗马帝国 可以自由 那是因为 我在讲到前面 君士坛丁 大帝 313年的 米兰昭书 很出名的米兰昭书 宣布可以信耶稣 信耶稣 给你信自由 不会逼迫你 但实际上 他是政治力量 在支持他 在支持这个事情 因为那时候 他要当国王 都是受了 基督徒的帮助 很大 所以政治 跟宗教 还是免不了 会扯在一起 那么到 380年的时候 公元380年 皇帝提阿多修 受洗宣告 基督教为国教 所以你要记住 这个380年 所以你看 使徒传福音到罗马 保罗 公元60几年的时候 你看一直到380年 才正式成为国教 这中间的路程 300多年的路程 所有地下教会 等等的现象 我们读这样历史 我们就可以慢慢去体会 所以 但是宣告成为国教之后 说实在 教会已经开始 已经腐败了 为什么 什么都跟政治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在这个之前 380年之前 礼拜六就已经改成礼拜天了 我们可以查那个安息日 改成礼拜六的资料 我们教会有那个资料 就不再讲了 你看这已经都 本质上都不一样了 知道吗 所以罗马教皇就出现了 都是在 在380年之前就出现了 所以军事坛丁之后 那个教皇的雏形就一直出来了 所以这个给大家了解 行政组织 跟天上的国 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不要太在乎他们 因为这只是人的组织而已 那么一直到 这个395年 这个阿卡丁国王 建都军事坛丁 这是东罗马帝国 那西边也是他的兄弟 所以这个给大家体会 一直到这个公元638年的时候 阿拉伯人就是回教的势力出现 回教帝国 攻入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陷落了 那么陷落之后呢 他们在这一点注意一下 691年的时候 他们一个国王 他们都称苏丹 他们的国王 这个阿拉伯人的国王 阿拉伯帝国的国王 他就建了现在的奥马 这个金顶的教堂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照片上 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地址 那个是公元691年盖好了 到现在没有人敢猜 多少年了 你去算嘛 2023691 那就几年了 也是盖得非常坚固 石头盖的 上面贴金箔的 非常漂亮 所以有人说 我们祷告了 要面向耶路撒冷 对不对 不对 因为那个是犹太人的 已经亡国了 是回教的教堂 那我们要不要 面向回教教堂 像犹太人 或者不是犹太人 回教徒 他们像麦家 等等 那个朝圣 那一块石头 不必 所以有一阵子 有一些基督徒 一直说 祷告要面向西 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不对 那个是回教的庙 我们不要像那般 我们要像神 神就在我们的心中 你要像神 神在哪里 神在心里 你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 不必去朝圣了 不必面向什么 他们说 但你也面向西 我说对 那时候 耶路撒冷都毁坏了 他希望能够护国 能够恢复 后来七十年后 真的恢复了 重建 但是我们要不要面向西 就不必了 现在又毁灭了 那你面向西干嘛 你面向神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叫你要面向哪边 你就要面向神 神就在你心里 拿这个给大家体会一下 因为很多人 对历史典故不知道 就产生了误会 再过来我们看看 这个1099年的 十字军开始东征 他夺回了耶路撒冷 这个十字军 东征好几次 那个教廷 发动这些人去打仗 那十字军也不是很残忍的 看到一教徒就杀 杀着大家 阿拉伯人去的钥匙 所以这都是政治力 在里面去 并不是真的 十字架的道理 十字架的道理是不杀的 不是杀人的 杀人是犯死罪的 就看彼得拿了刀 耶稣要被抓的时候 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把他削下来 耶稣都把他拿 那个耳朵 再把他黏回去 对不对 说把刀子收起来 神的国是不用刀的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 我们是神国的百姓 我们要为政治服务 要会怎么样 打圣战 真正的圣战不动倒 也不能打人 是和平的 是圣灵的能力 这个中间要很大的差别 我们教会 真教会 真正的真教会 就不要介入政治纷争 因为我们的国在天上 好像耶稣在的时候 他没有介入 当时犹太人的护国运动 奋略党 他们护国运动 没有 他说 我的国在天上 我不做犹太人的王 但是我是犹太人的王 是属灵犹太人的王 他本来就是 但是不是地上的王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去了解 耶稣那个时候 为什么不这样做 门徒希望他做 地上犹太人的王 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复兴以色列国 跟犹太人的想法 物质地上的国度 跟天上国度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特别要去厘清 这个概念 那么到 这个1187年的 萨拉丁他就取回了 这个耶路撒冷又攻破了 所以到122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讲 把它重复一下 他也是 东罗马帝国也是取回 所以这个重重复复 那1350年 公元这已经公元后了 因为1350年的时候 埃及也是回教的国王 又取得耶路撒冷 所以这中间 跟十字军这样 弄来弄去 那一直到1517年的时候 这个俄图曼的帝国 国王就攻到 军事坦丁堡 就东罗马1517年 这个 我写错了 1453年 写错了 1453年 写错了 超错了 1453年 灭亡 1453年 1517 我要写的是 马丁路德改教 少了一个字 改一下 所以1453年 那个 东罗马魅王 特别更正一下 那到1538年 到41年的时候 他们把那个 耶路撒冷 城墙整个盖起来 那是回教了 去盖的 刚才我1517 改一下 1453年 特别改一下 那一直到 后来到 1806年的时候 1860年的时候 1860年的时候 注意一下 1860年的时候 犹太人设立 屯肯区 就是在 现在的以色列地 他们就去移民了 那么重要的是 跟后面 就是1917年的 12月9号 这个英国的 亚伦比将军 占领耶路撒冷 这是英国人的力量 那占领耶路撒冷之后 在这个 11月2号 国际联盟 发表了 叫八湖宣言 说犹太人 有护国的权利 转告 习安护国协会 那个护国协会 像 那个 那个 科学家 好几个科学家 他们都是 那个 发明原子弹的 科学家叫什么 很出名的 那个 犹太人 对 他也是护国运动的人 所以 不是那么没有原因的 他们有 帮助美国 帮助英国 他们都有 他的理由在里面 这也是神的安排 但是 这个 1917年 这个 我们真教会 11月20号 向 登记 向政府登记 那我这里写是 万国公正教 真耶稣教会 这是我们大家对内 事实上那时候登记的 只有用耶稣教会 后来到1919年的时候 大家开会 才用万国公正教 真耶稣教会 到民国15年的时候 正式向国民政府登记 在上海是真耶稣教会 那个是民国15年 就是26年的时候 政府才批准 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历史 的出现 也是有神的没意 那么 这个弹离礼书第二章44节 就是猎王在位的时候 并兴起神的国 这个给大家提问 猎王在位 就是指 1806年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灭亡之后 进入猎王时代 这个是一个历史 我们给大家体会一下 所以我们 1917年会出现这个事 跟犹太人的复国运动 同时间出现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神的没意 太奇妙了 有时候想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 那1918年11月11号 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给大家重复一下 那么 1917年也是苏联的成立 苏联 那现在有没有苏联 苏维亚联邦 没有了 20年前 这个巴格巴契夫就下台 就分成十几个国家 十几个国家里面 包含现在的乌克兰 等等 所以乌克兰本来就是 苏联的一个国家 现在分成两个国家 当时他们要入联合国 分几个国家 在联合国比较有票 结果搞得现在不一样了 局势都变了 就给大家体会一下 那么 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 英国就托管结束 所以5月14号 以色列国就宣告 护国独立 所以这个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护国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一护国那一天 第二天就以阿战争 第一次战争 结果埃及人打败 然后已经经过好几次了 所以到现在还在战争 到1967年的时候 他们以阿战争 跟阿拉伯人的战争 夺回了旧城 那1980年 他就宣告 以色列国会宣告 定都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 我把那个 公元前996年 大卫定都耶路撒冷 一直到1980年 定都耶路撒冷 你看这多长 这个历史 真的 公元前 对不对 996年 到公元后 1980年 我看 多少年 所以现在 没几年前 川普还说 他承认 以色列人定都 耶路撒冷 也是这个事 现在 2023年 马上这23年 你看 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事 这跟圣经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 那以色列国这个出现 我们想一想 这个以色列国出现 圣经的预言 是很多的 我们下午再把它翻出来讲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所以 你看 主耶稣那时候跟门徒讲 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你看 不给门徒知道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道理 是不是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没有关系 不要强知道 连弹伊犁 他年纪很大了 他看了意象 有那个 三年半的意象 末期的意象 他很多也不懂 还有七十个七的意象 他很多也不懂 但是他记录下来 所以神跟但依里说 你暂且 你就去安息 你就去睡觉 等到有一天 我再临的时候 你就会死里复活 所以你看 先知的工作 神给他记录什么 他就记录下来了 然后不要加油天处 也不要随便乱幻想 因为时候到了 就会出现 自然有神安排的 工作的人 去完成这个事 就好像以色列復国 你看 你从这个巴比伦 灭他们 一直到 你看那么多年 你就可以想一想 公元前的五百八十七年 毁灭 一直到 一九四八年 你如果用这样算 多长啊 犹太人 前仆后继 牺牲多少人 但是 这种牺牲值得吗 看你怎么想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是觉得不值得 为什么 你没有去领悟 神的时候 所以圣经讲一句话说 个案起始成为美好 它有一个时候 时候到了 这个事情就会激动 很多人出现 就好像激动 索隆伯 这个 旧约的时代 但以他们 按着圣经的旨意 回国 会激动他去做 事情是不流血的 是很轻松的 所以你看后来他们 一九一七年 他们的所谓 富国运动 也是在 美欧 这些国家里面 运作 一直到四八年 才自动的 就完成了 这个也是 国际局势的变化 时间到了 就成了 就像我们今天 有时候很多人说 我们正义书教会 现在才六十几个国家 什么时候 可以传遍天下 马带有福音二十四章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来到 传遍天下的过程 怎么传 不是靠我们几个脑筋 在那边计划 不是 是神自然会感动 一些人来做 那我们如果被感动 你能做什么 你就去做吧 对不对 你能学什么 你就去学 不要局限你说 这个要给我批准 那个给你批准 不必 圣灵感动 挡不住的 只要你道理是对的 这才是最重要 明白神的旨意 这才是对的 所以不要随便被媒体操弄 我们正义书教会的信徒 要注意这个小细节 你不要用台湾的角度看世界 也不要用美国的角度看世界 也不要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 你离开地球 以赛亚书40章说 神住在地球大圈之上 看一切 那你找到神那边去 看回来 好像使徒约翰 神跟他讲 天使跟他讲 你上到这里来 我讲 我把将来必有的事告诉你 你上到神那边去 必有的事你就不懂了 但懂呢 懂是懂啊 你讲出来人家听不懂 为什么 所以启示录就是这个问题 他把后来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但人家听不懂 为什么 你还没有到 进入那个情境 你还没有进入那个时代 你就不懂 所以到的时候 你就懂了 所以现在很多讲出来的东西 哪有可能 那不可能 对啊 犹太人 富国 不可能 事实是可能 因为神的话 应验 那么再过来我们讲到 使徒时代的教会 这个西伯来书第九章 这里有讲到 主耶稣呢 他来振兴 互兴万事 什么互兴 属灵的互兴 他把旧约修正了 变成新约 所以旧约到谁为止 到耶稣为止 那旧约毁坏了 犹太人也毁了 圣殿也毁了 你看耶稣来的时候 圣殿是西律王所盖的圣殿 已经不是索罗门王的圣殿 也不是 以色拉尼西米那个时候的圣殿 都不是了 都已经毁坏好几次了 就这个过程 我们看了历史 所以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 已经是形式化了 所以在 很多人在圣殿里面 做买卖等等 耶稣把他翻桌子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 哎呀 我某些政治人物翻桌子 这个还没有礼貌 如果我要讲 耶稣在圣殿都翻桌子 但是那个是什么圣殿 那已经不叫圣殿 因为神的灵 已经离开的时候 这个圣殿就不是圣殿了 所以真正的圣殿 是神同在 所以新耶时代的圣殿 新耶时代的耶贵 就是耶稣本身 那么我们这样去领悟 所以耶稣福音第二章 耶稣以他自己的圣殿 说我 应验这个 但与里书第九章里面讲的 我 三天要重建 三天怎么重建 拆毁重建 就指耶稣死里复活 所以复活的耶稣 就是重建的圣殿 那个荣耀不一样的 那今天讲回来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死里复活了没有 已经复活了几手 你有受洗 你有受圣灵 是重生 没有错 但是你还带血肉之体 不要忘记 所以保罗特别讲到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 那你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 我带什么 但是你有永生的盼望 永生的凭据 你是神的殿 圣灵住在你这里 是神的殿 都没有错 好像旧约时代的会幕 圣殿 有神同在 大家所道理的时候 神同在 一样的道理 但是不所道理的时候 神的灵就离开了 那你就不叫圣殿了 所以我们正在 圣殿是没有错 但是还带着肉体 所以我们的教堂是圣殿 我们的心灵也是圣殿 但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 耶稣 借着希伯来作者讲到 应该是保罗 讲到说 耶稣带领了进入的 不是人所所造的圣所 乃是天堂 告诉我们什么 人所所造的会幕 像摩西的会幕会垮 所罗门的圣殿会垮 以斯拉尼西民 他们那个时候 所重建的圣殿也会垮 西律王所建的圣殿也会垮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所盖的圣殿也会垮 当然现在回教所盖的殿 将来有一天也会垮 主耶稣来的时候都垮了 连地球都要垮 所以必朽坏的 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道理 那么在这个 福音传遍天下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可以体会到 这里有写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 之后 1917年曾教会出现 慢慢地出现 所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 列王在位的时候出现 在东方兴起 这个圣经有写 但里书二章 还有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那当时福音还要传回以色列国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罗马书十一章 跟以赛亚书十九章 这里讲到 如果1948年 以色列国没有复国 请问 保罗讲的福音 从耶路撒冷出来 公元三十年之后 耶稣建立了 使徒是在教会 传到地籍 那还要回到耶路撒冷 那回到什么 如果以色列 不是以色列国 还是很多其他的帝国 大国统治的时候 这个就没办法应验了 圣经是讲以色列国 雅各家 所以罗马书十一章 这个事情就要赚回来 所以现在这个还应验没有 还没有 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国 是为了将来福音进去 他们信耶稣这件大事 不是信基督教的耶稣 讲清楚 不是信那个 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耶稣 不一样的 是真正的耶路华 就是耶稣的这个耶稣 耶稣会亲自会见证 给犹太人 以色列人知道 但是现在的以色列国 能不能分成两个国 没有了 所以以西结书 撒加利亚书都已经讲到 因为当他国家灭亡以后 他就没办法再分 真正的十二支派 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你去看他们有调查 大部分都是犹大支派 变尼安敏支派 这两个原来的犹大国比较多 其他十个支派的人 都已经搞不清楚了 所以你到以色列国 你们看到还有黑人 对不对 还有黄种人 像唐朝宋朝 那个时候 很多犹太人来到中国 到河南 他有个村都叫 整个村都姓 李还有很多姓 都是犹太人的子孙 都是跟我们一样黄皮肤的 他们都变成中国人 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去认亲 是啊 他也是以色列人 所以你就这样去慢慢 圣经说他们还要回国 是真的 所以以色列国现在 在中东那么一块地方 比台湾小一点 但比台湾强太多了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信仰 是旧约圣经 台湾比较可怜 台湾除了圣诞节 有一点讲耶稣以外 几乎也很少 真教会才一直看圣经 很多教会都已经不太看圣经了 差一点差一点这样 菜米 还有各种宗教 所以你看信仰不同 力量就不一样 信仰一样 团结就力量大 因为信仰比政治力量更有用 所以一个教会要共同的信仰 所以我们信新旧约圣经的真理 原因是这样 但人的条规 合乎圣经我们就遵守 不合乎圣经我们就不要遵守 政府的法律也是一样 我会被圣经的看着办放在一边 不要客气 不合圣经迟早还是被消灭的 会过去世 那么你看我现在呼应要传门天下 如果从圣经里面我把它找了一些 这些国家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真教会 你看 埃及 亚述 现在连户国都还没有 古石 苏丹等等 还有大马社 叙利亚 摩亚 就现在的耶旦 推罗 尼巴南 还有中国 现在比较多 还有世界各国 各民族 启示录五章 九到十节 各民族买来的人 这些人都要回到基督里面 所以世界的国度 他们要恢复成为基督的国度 所以启示录十一章讲到 世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 那就主耶稣再领 整个应验 那世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 耶稣再领 才真正的完成 但是福音传遍 那圣徒也要被杀等等 后面的末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全世界七十几亿的人口 你要知道 我们将来福音的地有多大 非常大 所以真教会的使命不是只有台湾 是全世界 你身边所有的人 你这样想起来 神的话会不会应验 会 时间到了 他就一条一条应验 像这里面我刚才讲的这些国家 到现在 没有啊 连基督徒都很少啊 有的国家 你说耶诞国 回教啊 埃及基督徒 比例也不高 以前是东罗马帝国的 那是希腊教 天主教 那基督教不要讲了 真理书教更少 当然埃及有一些真理书教会的是 我们的信徒到埃及去做工 上班的 现在一带一路 有一些信徒都到外国去上班 人数也是很少 但是这个开始会开花 很奇妙 我有时候讲不是人的意思 你当然上班 当然就建立教会 一样的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慢慢去体会 所以 后面讲到 这个 教会传篇天下的事情 所以不是人的意思 所以福音是一定会往全世界走的 这个我们必须特别体会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福音传篇天下的定义 为什么跟教会的教育有密切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启示录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 第五章 这个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神启示 约翰 就讲到这一件事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看 启示录第五章 你看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配切开七印 七印就是末期的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楚耶稣的宝血 从各族 各方 就是各与方言 各国各民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给神 使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往前 所以这个时代 真教会 使徒时代的教会 跟我们现在的教会 受洗主耶稣的宝血 借着洗礼 借着圣灵的同在 然后归给神 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百姓 那也是做祭司 所以已经不是 那个亚伦子孙的那个祭司了 现在的祭司是圣灵的祭司 是大家都是祭司 那福音的祭司 地藏执掌王权 也是福音的王权 好像格林多书里面讲 这个王权 这是书以 执掌福音的执事 所以保罗是福音的执事 耶稣也是福音的执事 我们每一个都是 就是执掌这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 我们就了解 原来是这样 所以耶和尔一书里面 第五章有讲到 血水圣灵 血就是流血 耶稣的宝血 然后火水 圣灵 合为一体 这只有在洗礼的时候 才能够出现的 那么耶和 他明白了 使徒时代的教会 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的教会 明白了吗 也要明白 真教会也明白这个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真 真这个才是真 因为真是指真神 耶稣 对不对 真的圣经的预言 真的神的话 真的圣灵 一切都必须是真 所以我们的见证 也必须是真的 不要加油天处 那现在的以色列人 你看 十二支派都不完整了 所以启示录 第七章一直讲到 属灵的以色列人 前几天 我们 喜乐团契有讲 这个 第七章 属灵的以色列人 少了两个支派 但跟以法连 但支派是拜偶像 以法连淫乱 剔除了 然后换上了两个支派 耶稣是个艺人 是一个人 就是埃及的 下埃及那个 那个耶稣 当宰相那个耶稣 他是个艺人 他的孩子 两个孩子都成为十二支派 就是马纳西跟以法连 还有一个支派 叫做立位支派 立位本来就是祭司嘛 圣殿里面服侍 但耶稣那个时代 已经就把这个祭司之派 整个成为 属灵的祭司 所以 耶稣保血来 我们就是祭司 所以立位支派就是 我们就是祭司了 那 耶稣那个时候 有祭司没有错 但是你看 公元七十年 那时候地上的祭司 就整个灭了 断掉了 大祭司的传统就没有了 那请问有一个问题 大祭司每年七月十号 要献祭 那个献祭的香 只有大祭司可以做 按照就业来讲 那个什么材料 不知道 就算金山领给你查考出来 是什么东西 有秘籍找到的话 那谁是大祭司呢 犹太人的大祭司的家谱 现在都乱了 你说你是 证据拿不出来 就算你是 你真的拿出来做 你七月十号能不能进圣殿 不行 那是回教的奥马士 你也没办法做 所以这个很多卡卡卡到最后 你就发现到 犹太人 如果要用物质的角度 再去恢复 古时候的以色列国 或者是古时候的圣殿的献祭 是已经几乎是不可能了 除了信耶稣 属灵的祭司以外 几乎是不可能 耶稣那个时候还勉强 但是到这个时候 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历史 我们去体会一下 那早上就先讲到这边 愿神 没人 我没人 我没人 还没人 我没人 你 我没人